嗨嗨我是麗珍 看到我就知道老闆一定是又出差了 那他这次去哪里呢 猜看看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当然先开始我们的科技午报时间 苹果的iPhone 16上市之后不知道大家换了没 但是他还是躲不了拆机挑战 果然就来了 那根据先前苹果通龙的情报啊 今年内部大翻新 为了就是要让他的散热表现变得更好 但却也因此呢变得更好维修了 怎么说呢 专业的机构iFixit在拆解iPhone 16还有iPhone 16 Plus之后 他们发现啊新电池用的是全新的电池粘合胶技术 所以只要用小小的电流呢通电 就可以让固定的电池粘着剂自动分离 这样电池呢变得更好被拿下来 可修复性一下就从原本的四分飙升到了七分 但是iPhone 16 Pro系列呢 则还没有采用这个技术 可能就是苹果还在测试的阶段 也许明年就会全面采用 再来还是要帮我们干贴洁生同学 来宣传一下他们的教师节感谢活动 在9月26到9月29之间呢 如果你买手机或是买平板就有特惠哦 iPhone 16可以折1510元 iPhone 16 Pro呢则可以折更多 折到2010元 那如果你是三星牌的呢 Samsung X24 Ultra 最高可以折地一万两件910元 等于三万柱就可以买到咯 更多优惠信息请到杰森官网 或是到究竟门事来问问 大家找餐厅的时候呢 会不会先看一下评论再决定要不要吃 那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五星好评的餐厅 结果发现居然是五星打卡送小菜刷出来的 根本就不好吃 这样的用户体验呢 终于被官方给听到了 让Google计划在全球范围扩大打击假评论 如果店家被发现是操纵评论 就是用折扣啊 或是免费赠品的方式 甚至是花钱买假评论呢 都会被惩罚 而且不止删除假评论哦 还可能会限制店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得到新的评论 最狠的是他还会直接公开警示 来告诉大家这家店有假评论 而且已经被官方删除掉了 真的好狠 可是这样呢 以后就不怕财勒 好像其实也不错啦 今天的最后一样呢 是相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人 一定都看过老板或是阿辉哥的META眼镜吧 那就是可以拍第一人称视角的那个 那这一次META又出新招了哦 META在Connect开发者大会呢 公布了他们的首款AR扩增实镜眼镜 Orient 外观呢 看起来跟普通的眼镜一样 只是他的边框比较厚了一点 那这个厚度呢 就隐藏了非常多的感测器啊 元件 这样你可以用眼睛就在现实 还有虚拟之间来穿梭 而且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哦 只要戴上眼镜 然后搭配部分的手势 就可以操作虚拟的多工视窗 看到真人大小的全新影像啊 视讯对话 或是看影片 浏览网站等等都可以做到 而且也不会妨碍你跟现实世界的连结 发表会之后呢 他就被夸赞是最有可能取代 智慧型手机的新的科技新品 那你觉得有机会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 要是我们也记得看今天的影片 我是底子 拜拜 谢谢大家